巴黎奥运会首日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在第一天的比赛当中并没有中国选手亮相 从第二天的比赛开始 中国选手将会在每一天的赛场之上 都未能够让五星红旗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升起而努力 不过对于中国游泳队来说 他们的这次巴黎奥运会之旅 肯定会面对一些场外因素的干扰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 试图利用三年前东京奥运会 中国游泳队务实受感染的食物 导致兴奋剂检测结果异常 来做文章来影响中国游泳队的表现 这几年中国游泳队的表现非常出色 已经跟美国跟澳大利亚 形成了三方鼎立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打压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 成为了美国在这个奥运会周期 一直在做的事情 尽管说当时东京奥运会兴奋剂检测事件 早已经盖棺定论 国际奥委会和事件反兴奋组织 给出了极其公平的判决 认为中国游泳队在东京奥运会上 所取得的成绩是准确 但是美国人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边 依然是不遗余力 想尽各种方法来针对我们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 行使他们的境外执法权 可能很多的中国网友觉得 咱们中国游泳队 中国体育总局太过软弱 为什么他们这么欺负我们的队员 咱们却不动于衷 没有任何的反抗措施 同时也在抨击国际奥委会 作为国际体育的最高的机构 对于美国这样的行为 为什么一忍再忍 其实无论是国际奥委会 还是我们中国这边都一直在做着努力 只不过我们不像美国这么做事高调 咱们做事都是比较低调的 如今这个成果也显现出来了 国际奥委会主席德国人巴赫对外宣布 如果美国继续使用所谓的境外执法权 甚至动用他们的中央情报局 来调查中国运动员所谓的服用兴奋剂事件的话 那么2034年在盐湖城举办的冬奥会 将会被取消 另寻他地 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处罚和警告 其实在庞德宣布这件事情之前 前国际奥委会的副主席 国际奥委会职位之一 参与过北京奥运会投票的加拿大人庞德 就曾经对媒体说过 国际奥委会内部已经对于美国的这种挑衅式的行为 非常的不满了 当时他就指出很有可能会对美国已经取得的 洛杉矶夏季奥运会和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动手 如今他所说的这件事情变成了现实 那我相信除了国际奥委会想要伸张正义之外 咱们中国这边也是做出了不小的努力的 我们的影响力不比美国小 国际奥委会也不敢去得罪我们 所以说才做出这样的裁决 当然了国际奥委会做出这样的裁决 也并不完全是为了正义 为了中国的运动员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 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 美国一直希望扶持一个亲美的反兴奋级机构 如今他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国际药剂组织 那么这个组织和美国政府的关系非常的亲密 美国希望用它来顶替世界反兴奋级组织的地位 成为国际上反兴奋级的第一大组织 那国际奥委会自然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此这次才选择发声警告美国 不要再搞这些勾当了 美国这边已经是基本上决定信守承诺 不会再去针对中国的运动员 但是大家都知道 美国人的承诺那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但我依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里程碑式的胜利 起码美国人不敢那么明目张胆的 去针对咱们中国运动员了 只敢在背地里搞一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 但你搞这些小动作 它对于中国运动员的影响就大大降低了 你也不会给人的小动作 你也不会给人的小动作 感谢观看